打开木箱 取出各种部件摆放在一起 将入料盖和电机盖固定螺栓松开 并用月牙型专用扳手将锁紧摩擦片的大螺母放松 然后再将提升机的底座固定 调节四个调节脚水平定制平稳 一 安装底座两侧上部的连接板与树板 每个部件有唯一的对应编号 用连接杆将两侧连接板与树板相连接 连接杆的固定螺栓为M10x25 中一 猩猩 装好两侧竖板 再安装上部转角部位一对侧板 然后安装上部水平位置的一对侧板 每块板之间都在同一水平线上 然后将一个带有胶圈的链轮放在侧板最前端 带胶圈链轮放在左边 即链条安装时有大头销钉的那一边 用螺栓固定将其余两个链轮放在对应的位置上 三 安装链条 将整个机架及链轮装好后可以开始装链条 链条有两个规格 一号与二号 一号链条 有大头销的那条 装在提升机前进方向的左边 二号装在右边 先提翼端 顺着机架上的倒槽自上而下穿入链轮 然后自下而上穿入主动链轮及张紧链轮 只知完形闭合 然后用连接杆将其连接好 用同样方法安装第二条链条 特别提醒 没有卡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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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继续装链条 这样好处在于不会连续装斗时上部太轻 下部太重造成料斗自动落下 产生危险和损坏料斗 将所有斗装齐后 请先不要锁紧摩擦平螺母 将电机通电后 确认正确的转动方向 再锁紧螺母 否则亦造成反转而损坏链斗 通电后 用点动布进方式转动几下 确定 无卡链条时可连续运转 同时检查运转是否正常或有异常响声 5.安装门盖 先将电机罩及入料口盖重新装好 再将上下门盖及前后保护盖板 以及出料斗装好 这样机身就装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6.振动机安装 把振动机的四个减震胶 对准机座上的四个小孔放下 装上螺母即可 接着将储料斗安装在支撑架上 这样就完成了提升机的整个安装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